谢谢 请坐 请坐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 你说这边平安 你冷不冷 冷吗 所以如果对方很冷 你又不冷 你就把你的jacket借给他一下 我们这里是彼此相爱的地方 Amen 感谢主 感谢主 Amen 好 多少人还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呢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靠圣灵得生 接下来 靠圣灵行事 再来一次 靠圣灵得生 靠圣灵行事 这几个月的里面 多少人感受到神的灵 在教会里面做奇妙的事情 Amen 我看到神的灵开始 透过祂的话语 很多人开始经历到 生命的一个极大的改变 所以我非常相信 圣灵要继续在教会里面 做奇妙的工作 Amen 所以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 在这一次 我在准备信息 我说圣灵啊 你怎样引导教会 那我的里面有个感动 我继续读回加拉太书 多少人上一次 已经有完成加拉太书的 请你举手一下 你完成的 举手举手 那一些没有读的 给读的一个掌声好不好 你说你很棒很棒 OK Amen Amen 我相信呢 那一些有读的 圣灵会把这个启示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些还没有读呢 我要鼓励你呢 开始读回这个的加拉太书 好不好 所以这一次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 就是从人的意识 进入到圣灵的启示 跟我说 从人的意识 进入圣灵的启示 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两个的感动 第一个感动是什么呢 我发现 很多的人在特别这个时代 我们面对很多 在信仰上极大的挑战 很多的第二代 第三代的基督徒 很多的时候你问他 耶稣你怎样认识他 他通常会跟你讲 主律学老师告诉我 或者我的爸爸妈妈告诉我 但是问他 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 他可能一点感动都没有 Amen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感动的 就是圣灵今天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圣灵要把耶稣亲自启示 在你的心里面 特别做父母的 你一定要领受到这个启示 把这一个的启示 祝福你的孩子们 Amen 我们要从人的知识 知道 进入到圣灵给你的启示 让每一代 有这个的启示 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Amen 第二个感动呢 神的话告诉我们 在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第十九节 大家还多少人记得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说什么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施洗 这句话很重要 二十节 凡我所吩咐你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跟我说 凡耶稣吩咐我的 我要教训他们遵守 今天我在问一些人 有带人信主吗 牧师有 我有带人信主 有带人送洗吗 可能都有些有 但是 我们不能停在十九节 第二十节那边 告诉我们什么 第二十节 凡我吩咐你的 弟兄姐妹 教会要复兴 圣灵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复兴 许许多多 看众神话语的人 他们会被信起来 然后用神的话 去鼓励许许多多的人 这个讲台 在丰收教会里面 不是单单只有传道牧师 在这里讲神的话 我也感谢神呢 我们要给所有的区长 副组长 组长一个掌声 因为他们真的很劳苦地 喂养他们的羊群 我要谢谢所有的正副组长们 谢谢你们很用心地教导 但是我要相信一件事情 圣灵 祂不但要给你教导 祂要把启示进到你的里面 有一些人教导到很累 有一些人教导到很 觉得说很灰心 这么我讲的没有人听 但是多少人相信 当圣灵的启示 临到你的身上 你所分享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多少人期待 神的启示 要临到你的身上 我期待 Amen 好不好 这时候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何等地感谢你 你何等爱教会 父王我们祷告说 今天我们不要再体贴 我们人的意识 我们要体贴神你的意识 求你把你的启示 这时候临到整个的教会 作愿你的旨意成全 在地上 如同醒在天上一样 借着你的话 作用你亲自来感动 许许多多的人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 祈求祷告 Amen 给耶稣一个掌声 Amen 首先我们来明白一下 什么是启示 启示这个字呢 在整个的圣经里面 是非常重要一个字 那启示是什么呢 启示就是指着 上帝通过神圣的启示 或者是一种的属灵的看见 向人类显示他自己 他的旨意 Amen 我再讲一次 什么是启示 启示就是 神自己主动 来到人的身上 把他自己的心意 他是谁 向人来显明 Amen 为什么呢 因为人没有办法 用有限的思想 去明白无限的神 是不是啊 人的理性有限 所以这位无限的神 怎样让有限的人 能够明白呢 他必须自己主动 来到人间 向人显明他自己的是谁 Amen 多少人认识神 是因为神启示在我们当中 神通过什么让我们认识他呢 他施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宝贵的圣经 所以要鼓励弟兄姐妹 你真的要读神的话 Amen 神许多的启示在这本的伟大的圣经里面 如果你不再读 不去研究的话 你会越来越不认识他 Amen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所以这个启示呢 可能你说这个启示 是什么意思 是一种的 属灵的看见 今天我要问大家 这种属灵看见 就好像一种的远见 请问 你有远见吗 多少人做生意的在这里呢 无论是打工的都好 你知道一种的特质 一个人成功的特质 你看到很多的企业家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的特质 就是这个企业家一定要有什么 远见 多少人知道远见很重要的 摇摇你的手 远见非常的重要 所以启示就好像是属灵的看见 但是我们还没有谈到属灵的看见之前 我们来谈谈远见是什么 很多人活在这个地上呢 没有一种的远见 为什么远见这么重要呢 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远见告诉我们 可能会得到什么东西 远见招呼我们去行这些东西 意思是什么呢 当一个人有远见的时候 意思是说他能够看到 一个的梦或者一个的蓝图 在未来的里面 他想要成就什么 所以他看得见的 换句话说他要成就在什么 他看得见的未来的东西 他要成就在看得见的现在 阿们 所以我要问一下 远见重不重要 弟兄姐妹 你有远见吗 我们有远见吗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远见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 这么的重要 第一 远见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 多少人知道你有眼光的话 特别这个时代 你只要有一个眼光 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 许多的门将会被你打开 对不对 不可思议的机会也会被你打开 第二 有远见的话 你有能够增加一个人的潜力 越有远见的人 他的潜力深不可测 阿们 什么时候呢 你看到你有一个远见的话 这个远见会把人的里面的潜力 从来没有 我这几天在上课 在上课 我就看到一个人 他没有穿业的 是很平凡的女性 她只是在美国喝了一个咖啡 很好 她是英国人 她喝了一个咖啡 她觉得好好喝 真的很好喝 她在英国找不到 因为英国不喝咖啡 英国是喝 tea的 对不对 他们是茶不是咖啡 他就有一个想法 他说我很想喝咖啡 但是英国 当他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他 包括去银行 他想要开第一间的咖啡 在英国的时候 也没有人相信他 因为英国的许多的银行 对他说 Come on 英国人的文化 不喝咖啡 喝茶 最后他找到一间 那么跟他各个来配合 长话短说 在前面的五年 他亏得很厉害 没有人喝 但是他坚持那个文化 因着心中有一种的远见 今天他在英国里面 应该有百多两百间的分寒 今天的英国咖啡 已经来到两万多间的分寒 他整个被改变过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问的就是 你有远见吗 你有远见吗 今天我祷告说 真的你需要有一种的远见 所以如果一个人 没有远见的话呢 弟兄姐妹 许多将来发生的事情 但它发生的时候 你会不知所措 所以要鼓励大家呢 特别可能你今天 正在创业的 可能你正在读书 什么都好 你把这句话听进去 你需要有一个远见 Amen 我祷告我祝福你 特别在这个时候 所以远见是非常的重要 但为什么呢 一些的人呢 缺乏远见呢 那专家就开始呢 讲了有三个的问题 导致一个人呢 他的远 没有远见 什么事情呢 第一点 可能他缺乏什么 经验 他缺乏经验 换句话说 如果人没有足够的经验 去了解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趋势 他没有办法分辨 怎样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所以经验对我们来讲重要吗 中不重要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会面对 很多不同的经历 对吗 在生意场上 可能你曾经经过 许多的失败 再失败 你不断地学习 再学习 从你的经验里面 你分析出了一些的眼光 和独特的看法 是不是啊 所以很多人透过经验 如果你缺少经验 你对一些的看法 可能你看不远 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 我就看到 罗马书第五章 第三 第四 第五节 我发现 圣经也很看重人的经验 那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经文好吗 这个经文 来一二三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要 欢欢喜喜的 因为 知道 患难 生 跟我说 患难能够生忍耐 神帮助我们 祂给我们一个的观念 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的人生里面 会经历到患难 会吗 可能这个整个世界的趋势 你的经济 你现在所面对工作 都面对一些的患难 到底患难好还是不好 圣经给我们看到说 患难带给你一个的益处 就是能够产生 忍耐 跟我说忍耐 再来一次 忍耐 如果你有一个的看见 这个看见告诉你说 不用紧 我现在所经过的 就是培育我的忍耐 我告诉你 你是成功的人 多少人知道说 很多时候我们失败 就是因为我们太急操 没有耐心 人与人之间 没有忍耐 因为口所说的破坏的话 造成整个生意 伙伴 什么都好 面对极大的问题 对不对 是还是不是 我们没有在患难里面 学到问题 而你的个性不改变 你没有好好学习 忍耐下来 你的企业 你的事业 只是到了一个地步 你不能够再上 因为你的整个性情 你的EQ 很乱 Amen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患难生什么 忍耐 所以你要为着你现在 目前面对的一些环境 你说神啊 我感谢你 你转变我看见 不要只是看到患难 不要只是看到钱不够用 看到的就是神啊 你要透过患难 改变我的品格 Amen 当你有看见的时候 哇 喜乐就充满你 价值就有了 Amen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 一二三 忍耐 生老恋 跟我说忍耐生老恋 老恋这个字呢 就是 Experience 换句话说 是一个的 试验 或者是一种的 磨难 所以忍耐 它培养出 你许多的一个的 Experience 你的一个的经历 在你的里面 这一个的经历 非常的宝贵 Amen 这个经历 怎样帮助你呢 他说 这个的经历 要生出什么 盼望在你里面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为着我们 所走过的经历 向神来感恩 Amen 为什么 因为神要透过 这个种种的经验 帮助你 有一个 看得更远 有一种的远见 将要从你的生命里面 看见 Amen 第二 这个庄家说呢 很多人呢 没有远见 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 短视 思考 意思说 他所看的东西 很短暂 所以很多时候 人更愿意 追求眼前的快乐 和利益 而忽略了 将来会出现的 风险和挑战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你问他 你不想远一点 不看远一点 没有 他被眼前的快乐 暂时的快乐 暂时的那一种的享受 和眼前的利益 蒙蔽了他 看到更远 求主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需要脱离这一个 Amen 所以 很多时候 我跟一些人追求的时候 问他们一些问题 我发现 我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想不远 都是 所想的就是 今生的利益 还有眼前的快乐而已 你问他 目的是什么 有意义吗 他不会回答你的 什么意义 现在快乐就好了吗 还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的 就是喝酒快乐 赌就赌 什么都 追求今生快乐 明天怎么样 管他那么多 多少人知道说 短视的思考 将会带来他极大的风暴 Amen 如果今天你在听的时候 你说 神啊 给我一个远见 让我今天 不要只是看暂时的 所以在马可复印 8章36节到37节 怎么说 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1 2 3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 那马可复印呢 也是其中一个 上两个礼拜 我们灵修的经文 那一天的时候呢 我就问我的主员 我说 你们有灵修吗 他们就说 多少人 向他们的反应 没有 我说 OK 不用紧 我今天来不是骂你 我说来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我就一起读 有一个姐妹 她刚刚信主不久 应该是不久 那我们就读 我就读到这一章 马可复印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说 耶稣在这里呢 反对赚钱吗 耶稣反对赚钱吗 他说你赚钱的话 是不对的 耶稣没有反对赚钱 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这个姐妹突然间说一句话 她说 牧师 耶稣没有反对赚钱 耶稣反对的就是 当你有赚全世界的心态的时候 哇 我吓到 因为对我来说 他刚刚信主不久 你怎么有一个看见 这一个呢 当你在神的话 有一种启示的时候 哇 他看到 他看到什么 赚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 人心想要赚什么 全世界 意思是说呢 他内心里面有一个 无止境的欲望 一百万不够 要到一千万 一千万不够 要到一亿 当人的水准水平 不断地上的时候 他会发现那个空洞 那种空洞 想要 要更多 要更多 否则我不快乐 当人要更多的时候 却失去了 赔善的是什么 自己的生命 所以多少人知道说 灵修很重要的 摇摇你的手一下 哇 那一天 当我们在谈的时候 在一起灵修的时候 哇 我们就开始说 神啊 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有贪念 求你来赦免我们 多少人知道说 当你这样子读 神的话会救了你 特别是这个时候 可能你今天在看 神也透过这句话 正在对你说话 他告诉你说 生命 你的生命 胜过利益 你要把你的时间 你要看见 生命比利益更重要 所以一个看重生命的人 他一定看重 他与神之间的关系 他会投资在 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里面 Amen 我再鼓励大家 每个礼拜 多少人有收到 教会发给你们的 灵修的 有没有 有收到的 摇摇你手 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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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举手一下 不要客气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看一次 有看一个礼拜 我不想每天 我不需要你每天 一个礼拜 有看一次的 举手一下 一个礼拜一次就好 感谢主 不多 但是我要鼓励大家 Amen 所以今天你听完了过后 我要鼓励你 真的 如果你没有正常的领修方式 我鼓励你真的要好好的领修 Amen 第三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为什么一个人没有远见 因为缺乏知识 跟我说缺乏知识 我发现有些基督徒 我们属灵到一个地步 我们觉得世界上的知识 都不是很重要 我相信神也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明白 这世界上的整个的趋势 对不对 是不是 弟兄姐妹 最近的时候 我就跟几位弟兄姐妹 跟他们在谈 谈什么呢 就是 CheckGPT这个东西 有一些人 什么来的 CheckGPT 这个整个趋势 将会改变整个的未来 五年十年 到底哪一个的行业 将会成为西洋工业 在这三年里面 当我们正在谈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些的危机 就是到底有没有看见 还是我们今天 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的里面 弟兄姐妹 我真的鼓励 年轻人真的鼓励大家 要去多听一些 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呢 有很多很好的企业家都好 他们的顶尖思想 他们的整个的看见 我觉得对我们将来的分析 很重要 Amen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能够 为什么他们能够活在 未来的五年十年 因为他们都在预测 整个东西怎样去走 他们的思路 那种 哇 我真的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得了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成为一个 后知后觉的人 不要等到那个 整个局势改变到 烧到屁股的时候呢 你的行业 已经成为一个 西洋行业的时候 我们才说 神啊 你为什么不救 为什么不祝福我 弟兄姐妹 神要给我们的就是 你要不断地观察周围 所发生的事 对不对啊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鼓励你 真的要成为有知识的人 所以真言里面怎么说呢 真言鼓励我们什么呢 第八章第十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你们单受我的教训 不要不受白银 您的知识胜过环境 我鼓励大家 真的要更多的知道 去探讨 Amen 这是我要鼓励大家的 所以呢 这个地下 很多人呢 都很有远见 但是 一个没有得救的人 他不可能有属灵的看见 我说你很有远见 我恭喜你 但是最可怜的就是 你有远见 却没有属灵的看见 Amen 所以为什么 我们没有属灵的看见呢 因为我们被魔鬼 蒙蔽了双眼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远见的话呢 你最多你的事业 可能做不好 但是如果你的属灵眼睛 被蒙蔽 你看不见 结局就是灭亡 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的重要 Amen 为什么看不见 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 第三到第四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如果我们在 福音 蒙蔽 就是蒙蔽在 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幸的人 第四节 此等不幸的人 被这世界的神 龙虾的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的 福音的光 照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相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样的事情 为什么很多人看不见 这里告诉我们说 因为有一个叫做 世界的神 弄瞎了什么 心眼 但是多少人是 知道说你是蒙福的 每一次你 他进到教会的时候 圣灵要开始 医治我们 使你看不见 瞎眼的灵眼 使你能够再次 能够打开 如果今天讲到这里的话 你可能觉得说 圣啊 我原来我真实的心态 真实的状况 是属灵的瞎眼 我恭喜你 神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光照你 知道你现在的状况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如果你承认 是 我看不见 我恭喜你 因为当这个瞎子呢 说他看不见 他说耶稣啊 我要看见 耶稣要使他看见 今天你要看见 跟我说今天我要看见 阿们 感谢主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保罗呢 对这个启示的看重 我们一起来看 加拉太书 第一章十一节跟十二节 保罗在这里呢 就非常看重 基督的启示 这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看 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一二三 我们一读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阿们 保罗在第一章呢 开始讲解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在加拉太的教会 他面对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面对呢 他的权柄 使徒的权柄 被人家怀疑 意思是说 保罗你是谁 你有跟过耶稣吗 你所讲的福音 我们不觉得是纯正的 他挑战保罗使徒的权柄 这是第一点的问题 第二呢 他面对是什么问题呢 整个福音的真理被扭曲了 这是加拉太教会 所面对的极大的危机 所以弟兄姐妹们 魔鬼在每一个时代 都一直在扭曲 福音的真理 所以我真的要鼓励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信了福音 你不是单单只是信福音 你要进入到 他的话语里面 更深地追求 说生啊 这福音是说什么 所以正统基督教 有三个的神学 就是在整本里面 你在谈的时候 一定会谈到的 第一点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个是什么 跟我说上帝论 上帝论讲到什么呢 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上几个礼拜 小于牧师也在这里讲的 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圣灵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再来一次 圣父 圣子 圣灵 这是真理 阿们 所以第一个的挑战 在整个福音里面 这么多年 魔鬼不断地挑战 这三个的角色 第二 魔鬼在挑战什么呢 基督论 基督论是讲的什么 神 耶稣是完全 跟我说 耶稣是完全的人 耶稣也是完全的神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们一直说 耶稣是神 不是人 是人 不是神 一直在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会面对 这些的挑战 最后一点 救恩论 跟我说救恩论 救恩论 讲到什么 因性 诚意 而不是因行为诚意 这也是整个 加拉太书里面 很重要的 其中一个 保罗要 再一次 使整个教会 走对方向的 一个的真理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看一下 保罗在这里 告诉我们说 他所传的福音 第一 为什么保罗说 他所传的福音 是充满着权柄呢 有死都权势的 因为他说 不是出于人意 不是从人领受 不是人教导 乃是从耶稣基督的 启示来的 那这个的启示呢 换句话说 可分为一般的启示 跟特别的启示 所以有一些人 坐在这里 你说 有神的存在吗 我怎么知道 真的有神的存在 可分为一般的启示 什么叫一般的启示呢 就是神 透过大自然 显明他自己是谁 阿们 所以我们从看太阳 星星月亮 整个的地球 整个的宇宙的运作 就知道 有一个的创造者 阿们 神透过他的创造 显明他是谁 所以你不能推论说 没有神的存在 阿们 这是一般的启示 那来到一个叫做什么 特殊的启示 跟我说特殊的启示 这个特殊的启示 就是神 他透过他的话语 特别是在圣经里面 启示有关于救恩的真理 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要祷告 今天这个启示 临到你和我的身上 Amen 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 启示是什么呢 启示呢 这里是超越人的教导 超越人的意识 和别人的领受 那这里呢 我不是说呢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需要听 牧师的教导 不用再听教导了 不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呢 我要鼓励大家 就是不要有一种的心态 就是永远依赖 别人说耶稣是谁 而自己没有寻求神 Amen 所以耶稣在这件事情上呢 特别对他的门徒 跟随他的门徒呢 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 我们来看看一下 耶稣他非常注重这个的启示 特别跟随他的门徒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来看 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一二三 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凯撒利亚 菲律比的村庄去 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那在前面 我们看到耶稣行极大的神迹 很多人 五千人吃得饱 哇 很多人跟随耶稣 那耶稣再走到一半 他就开始问他的门徒 陈锋 你说别人说我是谁 他这里说什么 人说别人说我是谁 那弟兄姐妹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耶稣就是那一位 花很多时间训练门徒的人 那耶稣训练门徒的方式 很奇妙 他怎样让人 去了解真理 爱慕真理 你知道耶稣用什么方法吗 他很喜欢问问题 跟我说问问题 那有的时候你去探访 你不要去 一去到那边 神父 一灵一打开 第一面 认识神是谁 读 哇 有一些人看到你 都像都背乎 一来就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有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 特别是 阿队 时常在小组里面 得空不得空 就是问问题的 他很厉害问问题 其实问问题是个智慧 阿们 他给他们去思考 人说我是谁 弟兄姐妹 今天多少人你是跟随耶稣的 要摇你的手 阿们 那这一班人对耶稣来讲 太重要了 为什么 耶稣投资三年半 在这一班的门徒身上 因为这班门徒 有一天他离开的时候 他们会成为福音的见证人 所以这一个的启示 一定要临到这一班的门徒的身上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领受 所以耶稣在这里很关心一件事情 你说 人说 我是谁 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 主咱们都好 当你叹凡的时候 你跟你的核心在一起的时候 问问题 问他们这个问题 让我们一起对神的话 更加的渴慕 阿们 那这里说什么呢 他们就开始说 有人说你是 在这里说什么 有人说 他没有说 他说有人说 他们看到你这么多的神迹 你应该就是那一个的 施洗约翰 带很多人信主 你就是那个先知 那又有人说什么 你是伊利亚 施行神迹的那一位 哇 太棒了 你的出现 很多人病得医治 瞎眼看见 哇 太好了 他说还有什么 还有说是先知里的一位 百姓们都这样描述耶稣 当时候这位耶稣 他们就是这样子说 哇 他是先知 哇 可以医病 可以肝鬼 可以怎样 弟兄姐妹 今天是否你认识的耶稣 就是那一个医你病的 帮助你解决 parking找不到的问题的耶稣 你的孩子生病 那么就祷告好了 那你工作出现问题 他就是那一位吗 他是谁 接下来 耶稣不满足 耶稣在29节就说什么 又问他们 他们是谁 是一般 跟他两年多 两年半的 就是还没有到三年半 两年多 每一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 这位世界的门徒 他说 你说我是谁 我非常相信 今天圣灵要光照你 他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耶稣他是谁 你说 我是谁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当他一问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 就是彼得 彼得直接回答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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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基督 哇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 耶稣期待的认识 阿们 看你说基督是什么意思 甚至有人可能说 耶稣就是他的信 基督就是他的信 耶稣是他的名 千万不要这样子解释 耶稣不是信基督 然后名耶稣 OK 不要搞错 来 基督是什么意思 基督是指着 王的意思 也就是指着什么 米赛亚 这个是来自希腊字的原文 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 受高者的王 跟我说 耶稣是受高者的王 弟兄姐妹 我知道耶稣是救主 我知道耶稣会帮助你 会医治你 但是今天 彼得看见的耶稣 他是君王 我再说一遍 耶稣他是谁 他是我们的 跟我说 耶稣是我的君王 基督是什么意思 就是君王的意思 意思是说 他要成为你生命的王 他不但要成为 你生命的救主 什么叫王 弟兄姐妹 这个是基督徒的 一个核心观念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就是要让耶稣 做完展全 什么叫做耶稣做完 耶稣做完就是 放下自己的主权 跟我说 我放下我的主权 当你说 耶稣你是王的时候 你仍然坐在王位 你不听耶稣讲 这个不叫耶稣做王 耶稣做完就是 我放下 我的主权 阿们 我放下我的意见 我放下我一直很顽固的想法 我说耶稣啊 今天我一直觉得 你 你就是这位神 但是今天真理这么说 我放下 我接受这个启示 我接受这个观念 只要从你来的 我认同 我要更多的认识你 所以第一 你让耶稣做完 你放下你的主权 今天为什么 我们很多的问题 就是基督徒 我们自己生命 不肯愿意 放下自己的主权 对不对呀 我永远 永远觉得是我对的 你都是你错 如果我不放下 没有办法和好的 跟我说 我要放下我的主权 当你放下你的主权的时候 就是让耶稣掌权 跟我说让耶稣掌权 一个人真正重生的人 他就是生命 让耶稣来掌权的生命 阿们 耶稣来掌权 不要告诉人 然后31节 他就说了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从此 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被斩老 祭司长和文士 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这个就是彼得不明白的地方 彼得明明看见 耶稣就是那位 君王弥赛亚 带着荣耀 改变当时候的人 争取独立 耶稣要做完 耶稣要做完 可以的话把经济部长给我做 可能他有在这这样的期待 可能吗 但是耶稣说什么 这位王 要受许多苦 他不能接受 他说这位王 被斩老 祭司长 弃绝 这位王 要被杀 有的时候我在想 耶稣 你来的时候 带着王的身份就好 为什么你要受苦 为什么要被弃绝 为什么要被杀 这位王 道成的肉身 来到世界上 竟然要经过这么多的痛苦 为了谁 为了我们这些罪人 Amen 所以当你想起耶稣 你有没有敬佩他 你有没有说 耶稣我谢谢你 我接受你成为我的王 Amen 让他掌权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耶稣讲完过后 32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明明地说这话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 他说 耶稣 你所说的这些咒诅 绝不会临到你身上 不要说咒诅的话 去去去 基督徒说信心的话的 Come on 没有信心吗 耶稣 你要宣告 你是王 怎么可以说自己受苦 彼得没有办法接受 甚至说 耶稣 没有信心这样 但是耶稣 怎么回答他 这句话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看 第八章33节 我们一起来读 好吗 123 耶稣转过来 看着门徒 就折备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面去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哇 你吵架的时候会被吵到一个地步 你就是魔鬼会吗 应该不会 应该有啊 真的有啊 你骂别人是魔鬼啊 OK 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 撒旦 退我后面去吧 彼得刚刚得到一个极大的启示 哇 耶稣是君王 但是 他得到启示过后 他还有很多的人自己的意识 他的人的意识到了一个地步呢 他人的意识抵达 耶稣所说的真理 有的时候我们劝告一些人 是出于好意 但是好意 是不是一定体贴神的意思呢 是还是不是啊 不是 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留意 我们的好意 真的能够帮到人吗 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一个激荡 大家有看过吗 当然看过了 不要跟我讲 最近的鸡蛋有起教 那鸡蛋那时候呢 一只小鸡呢 它如果要浮出来的时候 它经过挣扎 那你就很好心 你就帮它拨开 哎呀 小鸡你这么偷口 我帮你好不好 我就帮它拔开 拔开拔开 把所有的蛋拔出 然后把它带出来 请问这个小鸡 会不会很幸福啊 会还是不会 我昨天问一般笨真的年轻人 我说为什么 这种的小鸡 不治病就是死 他讲我不懂 但我们就一直搜寻 Google 去看 原来是不可以的 每一个的挣扎 当然要突破的时候 你不可以因为你的好心 造成这只小鸡 永远成为病的小鸡 特别有些的父母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我知道你爱你的孩子 我知道我们爱一些的人 但是我们的爱的里面 是否是充满着人自己的意思呢 还是体贴神的意思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要非常留意 不要把你的好意 变成撒旦利用来 抵达神旨意的工具 可以说Amen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这一篇 也就是我在灵修里面 马可福音里面 我所灵修的 我要再次鼓励大家 你要好好的灵修 可以吗 弟兄姐妹可以吗 有多少人愿意 听了过后你觉得说 牧师我愿意 成为 启动这个灵修的人 我愿意呢 把我每一次 我所领受的 我也愿意跟别人来分享 愿意的请摇摇你的手 神要用你 Amen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八章三十四节跟三十五节 我们读了 我们就要祷告了 来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指甲 来跟从我 耶稣要用彼得 耶稣真的要使用彼得 彼得充满热忱 又有启示 但是彼得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体贴自己的心意 多过神的心意 Amen 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要解决这一个的问题 怎样处理 很多时候你 很多个人主义 或者自己的意识的 门徒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 我有好多好多的意见 有不同不同的想法 有的时候我们就为了好的东西 我们真闹不休 都是为了好 为教会好 为家里好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 你要跟从我吗 就当设计 有更少自己的意识 Amen 所以耶稣告诉他说 你跟从我的话 一定要 设计 容易吗 放下自己的主权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 Amen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站起来 弟兄姐妹们 好不好 今天你花一点的时间 你说 神啊 帮助我 是否 我很多 我的思想 我太多 人自己的主权 太多 人自己的意识 而不小心 抵挡了你的旨意 好不好 今天你说 神啊 你开我的算月 举起我们的手 让我们开口 在里面 为自己来祷告 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为你自己来祷告 说主啊 我需要看见 神啊 让我的双眼 能够被打开 来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单中 神啊 圣灵运行在jek squid 无处软弱 弹簧要跌倒 我知道祢是我永远的依靠 仿佛是周看见环境险恶 风暴要来到 我知道祝祢的依序很重要 当我发现自己 无处软弱 弹簧要跌倒 我知道祢是我永远的依靠 开我的双眼 让我能看见 胜过一切 有祢在我身边 大声的宣告 看见万象里的宝贝 祝祢的大能要展现 超越以前我生命力掌权 开我的双眼 让我能看见 主啊 我们要看见 祢有笑脸 哈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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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不我用的恩典 扶护着我 直到永远 我虽软弱 你展现了完全 我全心 宣告超越环境 宣告超越环境 今天神要打开你属灵的眼睛 主啊 信心的看见 你信心 宣告你话语 但山落开 孤苦也要兴起 我们继续的宣告 我全心 宣告超越环境 我全心 宣告你话语 大山落开 孤苦也要兴起 大山落开 孤苦也要兴起 我全心 宣告你话语 大山落开 孤苦也要兴起 让我能看见 神过一切 有你在我身边 有你在我身边 弟兄姐妹 神要开你属灵的眼睛 看见我心里的宝贝 祝你得到的长远 超越一切 我神明里长远 开我双眼 开我的双眼 让我能看见 你用笑脸 先命你在掌权 谢谢你耶稣 你能够我用的恩典 扶披着我直到永远 无水乱落 你呈现的完全 弟兄姐妹 装住在耶稣身上 我的双眼 说耶稣啊 开我双眼 让我能看见 今天我渴慕看见 神过一切 有你在我身边 祂就在你的身边 对了 祂在你的身边 看见我心里的宝贝 会在你里面 祂就在你里面 耶稣基督的能力 要从你里面 展现 超越一切 我神明里长远 再来一次说 开我双眼 开我的双眼 开我双眼 让我能看见 让我能看见 自由相对 啊 自来自来自这个 にはUN的 尽力 你那天噢我 哪天 不必 mengga 我 只往永远 我虽软弱你真显得完全 开我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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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开口再一次个唱 开我的双眼 开我的双眼 劝得像伤悟透 开我双眼 开我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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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当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我们呼求神 的确有一些的人风暴快要领导 但是神要鼓励你的一件事情 说不要怕 今天你要看见耶稣在你的里面 祂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祂就在你的里面 弟兄姐妹我要祷告说 今天晚上的时候你说主 让我看见 让我看见 圣灵的启示要领到你的身上 就好像他问彼得 问门徒说 你说我是谁 你说 我是谁 好不好 这怎么安静我们的心 让圣灵触摸你 你开始看见 不是人告诉你 不是你旁边的人 不是牧师告诉你而已 你里面有一句话 突然在你的视线里面显明出来 有一句话要领导你的身上 圣灵要把这个看见放在你的里面 从此以后 你敬拜主耶稣不再一样 你开始看见祂是君王 你开始看见祂是君王 你开始尊荣祂 说主耶稣 我们欢迎祢 我们欢迎祢 这位君王将领 弟兄姐妹 祂是你的王 你就是祂的百姓 你还怕什么呢 祂是爱祂百姓的王 祂为这帮百姓舍己受苦 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还惧怕什么呢 这位君王 要降临 我们欢迎 君王将领 额望看见 你的一张鞋 欢迎这位君王 母求你来翻转 沉动着腹地 护心我们 神节的热情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 君王将领 我们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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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将领 君王将领 哈喽 祝你 对了 让耶稣来战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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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你的主权 放下我们的思想 不求你 尊荣 尊荣 高举他 高举他 祝你 不信我们 神节的热情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哈喽 哈喽 尊荣 尊荣 祝你 尊荣 祝你 尊荣 尊荣 祝你 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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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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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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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君王将领 我们呼喊 我们呼喊 欢迎君王将领 耶 欢迎君王将领 欢迎耶稣 我们君王将领 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全地要向他来规伴 全地都要尊荣 尊荣 耶稣 高举耶稣 敬拜耶稣 我们君王 我们的王 我们的主 我们高举你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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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你 我君王将领 我君王将领 我们公图你 威慕 尊荣 我们公图你 你残缺 你残缺 你的过降临 愿你只得心在地上 愿你只得心在地上 我们可不离 我们去还降临 我们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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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们尊重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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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给耶稣一些时间 让你愿意放下你的主权 就是耶稣 让你来掌权 让你来掌权 让你的意思 代替我的意思 庄主在耶稣身上 耶稣 耶稣正在感动你 他正在感动你 他正在感动你 放下 对了有一些事情 你不用再坚持 说主啊我愿意饶恕 我不要 我不要一直在坚持 在坚持 一直抵挡你的感动 不要 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顺服 有一些的人 神正在感动你 踏出那信心第一步 你一直说神啊 我很惧怕 我很惧怕 我失败过 我不敢 今天神的灵要感动你 今天神的灵要感动你 踏出那信心第一步来 你要看到疯烂的瓶颈 封住耶稣的命 踏出那信心第一步 踏出那信心的第一步 直到耶稣在前面引导真理 不要去怕 哈利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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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有个感动 我要为这一般愿意遵守 马太福音第28章第10 20节那边说 凡我所教导的 你愿意去教导别人遵守 直到我在来 我相信圣灵要把这个 启示的膏膜 教导的恩膏 要临到你身上 神要心情一般能够教导 他话语的人起来 在教会的里面 神的话语的大能 神要恢复在许多人心里面 我要奉祝耶稣的名 如果你是这样的感动的话 当我们再唱的时候 你来到前面来 我们要按手为你祷告 我祷告圣灵的启示 要领到你的身上 他呼召你好好的喂养这般的羊群 他要把启示给你 话语给你 如果这是你的渴慕的话 你来到前面来 大大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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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充满 恩膏如玉 圆飘 圆满如玉 求管着地 愿为看见 准备好要领受这个恩命 头 可不甘多 看见祢的永远 大大掌控 大大掌控 大大的充满在祢的身上 哈利路亚 能够如雨 交换着你 请所有的 牧者传道们 准备好 区长们准备好 安守在他们的身上 这手开口 开口在地面来祷告 奉祝耶稣的名 让这个歧视大大的领到你们的身上 从今天开始你的分享不在意啊 你在小组里面分享不在意啊 神的启示要领到你的身上 神的启示要领到你的身上 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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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 充满 天父们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领受 主啊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 领导他们的身上 天父们祝福我们的身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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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